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的Microsoft Webinar 我是K-Soft的代表,我叫Kent 很多時一間公司去選購一個系統應用的時候 我們要付出不同同事、不同部門的要求 例如Sales Marketing的同事 又例如Accounting and Finance的同事 甚至乎每一位高層都有自己的要求 很多時我們選購系統的時候 就會跌到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怎樣去找一個系統 能夠滿足所有同事、所有部門 大家都認同的系統 我們要滿足不同同事的要求 不同用戶、不同部門、不同流程 大家都會聽到一個名詞 Customization 其實Customization 就代表著兩件事情 你需要投資、需要時間 錢對一間公司作為一個投資 希望可以得心應手 但如果你是需要做Customization的時候 很多時我們會用錢和時間做一個掛勾 Customization 代表著多了不同的 mandate 其實作為用家的你 作為IT部門的你 你有沒有可以在選購系統的時候 多一個選擇呢 又例如 很多時經常聽到不同的用家 和IT部門都說 系統日後 當有不同的更新 甚至乎有不同的同事 有新的要求 究竟我們的系統 可否能達到不同的用戶 或者當公司有新的發展的時候 又能達到公司新的方向呢 今天我就帶給大家 其中一個很好的產品 Microsoft Power Platform 而其中一個產品 Power Apps Power Apps 和我們的Dynamics 365 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它可以透過我們的Power Apps 製作不同的應用 通過Microsoft Flow 我可以直接把我們每一天 在App上的交易 直接和Dynamics 365 無縫接軌 甚至乎 透過Power BI 可以製作很多不同形形式式的 一些數據分析 好讓我們的管理 直接第一手 可以看到不同的進度 甚至乎不同的報告 Dynamics 365 是一個很好用的核心系統 但是如果我們有不同行業的需求 甚至乎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應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在Dynamics 365上 製作一些不同需要的應用和需求呢 營業部的同事 它是需要每天活天 只是需要製作一些不同的 形式的Sales Quotation and Contract 甚至乎Teleco的同事 每一天 它在地域 它需要做一些不同的inspection report 有例如以下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做warehouse的同事 每一天 需要在他們的倉務裏面 去保留所有不同的Stort的Status 在我們的Power Apps的應用上 我們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客人呢 我們可以製作不同形形式式的 一些Application 例如以下的一些不同的應用方案 每一個Apps都可以因應不同的用家的需求 而去製作 令到用家更有親切感去應用Power Apps platform 大家要看到 我們可以製作一些 在PC 設計上的版本 電腦上的 Power Apps 亦都可以製作一些 在中電腦上的 Power Apps 透過Microsoft Flow 可以跟我們的核心系統 Dynamic 365 無縫接軌 令到整個流程更加順暢 不需要再在我們的核心系統上 做很多不同形式的測試 Microsoft的Power Platform 只需要我們取得客戶、部門同事的需求 我們製作這個Proud App只需要7至14天 就可以直接跟Dynamic 365接軌 而裡面的Proud App也是因應你的同事 他們的喜好、他們的要求 令他們更加親切 今天我帶來另一個應用 就是在工程界的其中一間公司 他們正在用Dynamic 365的Field Surface 他們正在做一系列的Time Sheet 或者是同事在項目的不同流程的報告 但奈何他們是很多同事是on site 在做他們的不同的routine工作 我們在上面利用了Proud App 亦做了幾個不同的流程給他們 好讓他們可以拿著手機、手機 可以做到不同的報告 甚至是request他們的project director 做一些批准的項目 以下亦都是一些示範 例如有一個Task Management Site Diary 甚至乎我們也有一個是Shift 的一個Application 以下我們有我們的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Case Off的Kitty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個叫做Field Surface 的Application AAC在香港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行業 他們的員工經常都要出外去地盤 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去做一個工作 所以他們其實比較依賴他們的Mobile 或者是Tablet 去處理他們的Admin Working 所以這次我們就帶來了 我們為一間公司做了一個Field Surface 的Application 去處理他們日常的業務 畫面上看到就是我們Field Surface 的Application 我們中間裡面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給員工去打卡 第二個就是去管理他們自己本身 有什麼任務需要去處理 而第三個就是每一個地盤 或者每一個他們的地方 他們都會有一個叫做Site Diary 的東西他們需要去處理 那我現在就去入 究竟一個員工 究竟我在一個App裡面可以怎樣打卡 那他入到這個畫面之後 其實他就可以入一個Code In 他就可以入回他現在 究竟我今天的Birthday是何時 今天現在的時間究竟是何時 那譬如說今天現在是1點35分 那當我按Submit的時候 那這個圖記錄就已經上了System 裡面 你就看到這裡了 那譬如說我隔了一會兒 好了我真的要 可能我放吃飯 或者是我已經做完現在那份工作了 那我就可以做這個Check Out的效果 那我就可以入回去 入到End Time的時候 究竟我是幾點鐘走的 那譬如說我可能其實 這裡只不過是過了幾分鐘 那就是40分 那系統呢 那系統呢 就會即時計算它究竟 那個Total Hour大概是多久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也都可以有一個Lock 去看你之前 究竟那個Timesheet填了些什麼的 那進到下去呢 我就可以看我自己的Information 那 還有我本身翻了多少次的Timesheet 在這裡的 那當我填完這個Timesheet之後呢 其實我背底 我已經連了Dynamic 365的Field Surface 那我進到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的員工呢 我們都會叫做Resources 那就會裝在這裡 那裡面也都會看回 究竟其實它原本 它一個Hour Way是多少 那從而根據你剛才填的Timesheet 就可以計算相對應 每一個人的人工啊 或者是出一些OT hour的錢呢 也可以這樣去計算 那這裡就是一個Resources的 基本的資料可以填上 那也都我這裡Booking呢 就是講我本身的Timesheet的時間 那剛才我填的那份呢 就已經可以在這裡看到 那個時間 那條Record的了 那也都它左下角 有一個Schedule Board 就已經可以看到我 可能某一個時間裡面 這個人翻了多久 或者我的Hour用了多久時間 去給每一個不同的Project 就螢幕所見呢 你就會看到這裡會有一個Hour 就是告訴你 7月7號呢 其實它就翻了3點1的Hour時間 那也都可以看回不同的時間 可以根據你想看的View 可能用日子 或者可能用星期 或者可能用一個月份去整體 看看整個Department 或者整個所有的員工 究竟每一個月 其實總共翻了多少個Hour 去計算他們相對應的 薪金或者Bonus 而回到這個App裡面 除了Shift這個功能之外 還有另外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Task 另一個就是Site Diary 這兩個其實他們中間很有關聯 因為每一個員工 其實他們的上司 都會把一些不同的Task 給他做 譬如說我看到一個Task 我現在正在進行程序 我需要去做 我可以提醒究竟我需要去做些什麼 原來這個Task 我需要去一個地區 去檢查一些相關的資訊 我可以在這裡加一個新的Site Diary 去做相關的紀錄 那我在這個Site Diary裡面 我可以填上我 這次我需要去做些什麼 譬如說我這次是一個 checking的Site 我可以填上今天的日子 時間 譬如說現在是11點 08分 我也可以看看 究竟我現在是哪個 Labor Type 也可以填上一些 文件的細節 例如說 也都可能Diary Type 1 你可以根據你們自己不同的要求 去做這個Typing 去做你們的Category 從完之後 就可以做到一個Analysis的效果 如果有些事件 也可以在這裡填上 或者有些什麼評論 也可以填上 而背底 我們也都連接了 他們本身可以 跟你們手機的GPS 去直接拿到我現在的地區 也跟背底 跟天文台 去拿回現在的溫度 濕度 或者今天的天氣 大概是怎樣 從而去記錄更加多的資訊 在今天的日子裡面 那我就可以 寫這個Diary 去存回這些相關的資訊 你也在這裡 也可以看看 這個Task裡面 我已經做了一個 Site Diary 是屬於這個Task的 我去到這裏 Site Diary 也看到我剛才 我oncurring的Site Diary 在這裡 相關的資訊 也在這裡 這個應用程序 就囊括了三個不同的功能 就是Shift Task 和Site Diary 從而滿足到 不同Field Service的要求 所以我們在這個App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 看完所有項目 究竟我們 和預計 用到多少 和預計了多少 不同的同事 就已經可以 用一個手機的App 以可以處理一些 他們日常最繁重的事務 那今天的demo 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次再見 呢